这里是澳洲中文电视台 2017年10月8日 中国赵庆匹斯通机械有限公司 澳交所上市招募茶会 在悉尼McCure大酒店隆重召开 此次茶会及路远活动 由澳大利亚川渝总商会协助举办 作为全球领先的空调压缩机 汽车零配件制造商 匹斯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 是行业领域产品种类 最齐全 产业结构最完善 客户分布最广的企业之一 公司此次预计将于2017年11月28日 在澳洲主板ASX上市 拟公开发行3750万到5000万股 每股40澳风 募集资金高达1500万到2000万澳元 我们公司要进入世界汽车零部件市场 通过澳洲这个渠道 这个平台对企业快速进入世界市场 具有很大的帮助 此次募集资金的主要用途包括增强中短期的产能和加工质量 与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立精密制造领域的研发合作关系 并实现公司ERP系统的效率提升 本次上市是澳大利亚川瑜总商会 继富桥 环球财富 中国乳业 天媒等IPO后 协助的又一家中国明星企业 这个皮斯东是我们帮助的第六家上市公司 我们是极力推荐 因为它是每三年它是利润翻番 营业额也是翻番 这样的公司是非常少见的 其实他们都可以到香港上市 但是我们很说服他们到澳洲上市 也希望我们澳洲的华人能够多多支持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 对皮斯东在澳洲股市的表现十分期待 我是第一个认购的 因为我对原总的个人特别的认同 这种有核心技术的公司 在澳洲这种国家上市的话 它一定是有它的优势 我非常感同身受 因为觉得好像那个公司 他们也是白手起家 跟我的经历有点相似 也是白手起家 我本人也会非常的支持 澳洲的股票市场 在南半球是最大的 成功率很高 我是对这个皮斯东 在澳洲上市感到非常有信心 作为一个民主企业 有这样好的成绩 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股份认购截止日期 为2017年11月10日 认购请垂行 AGC Capital Securities 联系人为Tension 这里是澳洲中文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